我們看這題目 這行列式的值是等於10 求這行列式是值 那首先這個行列式 我們由第一行這裡把它拆成 這兩個行列式相加 那麼我們看前面這個行列式 這時候我們用第一行乘以負一 加到第三行裡面來 所以加過來的時候呢 這裡就可以消掉 我們直接劃下來 那麼這裡會剩下AXN 所以這時候這第三行 我們再乘以負一 加到第二行裡面來 所以呢可以把這AXN消掉 所以呢我們會剩下 這行列式就是等於 這是BYL 然後這裡呢是CZM 然後這裡呢是AXN 加上這行列式 這裡呢我們用第一行乘以負一 加到第二行裡面來 所以呢把CZM消掉 接著我們這裡是AXN 所以呢用這裡乘以負一 加到第三行裡面來 把這裡的AXN消掉 所以呢我們得到這行列式 這個是CZM 這個是CZM 然後這裡是AXN 然後這裡呢是BYL 那麼這裡呢 那麼這裡呢 我們要化成這個形式 所以這裡我們要交換一次 然後交換之後呢 AXN再跟BYL再交換一次 所以換了兩次 那麼兩個負一 會變成正一 所以呢我們的值是不變的 這是換成AXN 然後這是BYL 然後這是CZM 那這裡呢一樣 我們第一行第二行換一次 變成AXN在第一行 CZM在第二行 接著呢用CZM再跟BYL 再交換一次 所以換了兩次 這符號是沒有改變 因此呢 這裡我們是寫加上 這是AXN 然後這是BYL 然後這裡是CZM 因此呢 這行列式的值是等於10 那這裡一樣 所以呢 這是等於10加10 我們這裡的答案 就是等於20 這個答案